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时长去教 孙立军,孙立军这事儿有点太蹊跷,太过分,太蹊跷 我们那期节目做因为太快了,确实太快了 几乎现在没有什么分析,我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太多的分析了 单是报道,都是报道这件事情 我个人就,因为那期节目做完两期节目了 然后简单看了一下他的履历,公安部已经把他的履历都撤掉了 简单看一下他的履历,你就会意识到,我个人意识到 习近平在这个时候把他拿掉,一定出了什么特别大的事情 因为他分管了几项 第一,他是主管国内安全的公安部副部长 整个国内的所有的安全归他管 习近平到武汉去 他是在旁边负责最高保护的官员 在全国疫情小组,抗疫小组的当中,他是成员之一 他是成员之一,他是具体指挥公安系统,国安系统的人 同时他是二十六局的局长,二十六局就是610办公室 他现在的职位是二十六局局长 那应该是在具体执行的系统当中,公安国安系统当中 他是最高的管员 另外一个,他就是在主管疫情小组当中 他有一个非常深厚的背景 他个人的背景 他在澳大利亚学的是公共卫生与社会管理 那应该是中共公安系统当中 在今天疫情大爆发的背景之下 他是一个最称职,就是最对口最称职的高级警官 因为他是学公共卫生的,学社会管理的 这个应该在中共的官场当中很少这么对口的人 那你以现在的疫情的角度来讲 从武汉一开始他就去了 然后他就在现在广州也好 隋分和这个黑龙江辽宁 我相信他知道太多的底细 就是中国的疫情的状况 你在疫情这种持续 在海外这种完全大爆发的这种背景之下 你把这么一个官员拿去 那除非你责怪他 在有关疫情过程中维稳的状态 你实在不接受 但是你确实没有看出来 没有披露出来太多他们在疫情爆发的过程中 中国的这个社会稳定安稳系统出现问题 没有没看到任何 所以在这种大疫情的背景之下 你拿掉他 拿掉这么一个专业对口的人 这有点说不上道理来 这个在我个人看 怎么也看不出道理来 620办公室对法轮功的迫害 习近平曾经表现出 他在反腐中客观的去表现出 在打击江泽民曾庆红的体系中 和周康康的体系中确实表现出来 这也是没错的 但是他出头是从上海出来的 他是上海公安系统出来的 那你说他现在是620办公室的人 是习近平想对有关宗教信仰 对法轮功的问题改变他的态度 从而把他打下 不敢说 这个不敢说 这个实在不敢说 因为 那你说 有没有这可能 什么可能都有 但是在过往的时间里 这段时间过往的时间里 他真的要 要从这点上 要选择生路吗 不知道 有人说过 我们节目中当然也都劝过 但是现在对他 对习近平在这点上 抱有期待的人 就是 在正视法轮功被迫害的问题 在时间点上 是可以的 我跟大家解释过 4月20 425事件 是一个很典型的事件 21年前 4月25号 超万名法轮功学员 包围了所谓包围了中南海 那接下来 就诱发了这个 整个法轮功被迫害的问题 那接下来是在 当年的6月10号 成立了610办公室 那他在实际发生的事情 真正发生的事情 是4月23号 4月23号 合作修 当时的罗干的大挑 就是俩孤业 罗干的大挑 罗干是当时的 正发为书记 那在天津 他写了一篇 污蔑法轮功的内容 登在了天津的少年的读物上 那天津的法轮功学员就去 那跟那个 就违背了当时中央的政策 当时中央政策 就是不鼓励 不指定 不说 什么都不 都叫三不不 几不不政策 就有关对于 汽工的问题 中央不介入 不去评价 而且不说好 不说不好 那其实在当时的 中共的上层 政治局常委那一层 包括江泽民 都请过 包括法轮功的创始人 在内的人 想到中南海去帮他们 治病也好 帮他们这个南海也好 那是在当时的 政治局常委 这些官场当中 很盛行的 你可以看一下 王林 与王林照过照片的 前期三 这个人没了 这是中共外交系统 中的大佬 后来的外交系统 几乎都是前期三 建立起来的 他们都去找这些 你甭管是气功师也好 这个气功大师也好 特异功能也好 他们要去 知道这东西是真的 在中共体制中 高官中最崇拜的 最崇拜这些是王振 2018年 陈晓鲁死的时候 那是2月28号 他死前 就弄了这个 我做了一期节目 我都跟大家讲 当时是怎么玩的 我万万没想到 我玩这个东西的时候 那是20年前 1988年 1987年 1988年 四个人用这个手指头 然后可以把一个人举起来 他那里说都是 当时陈晓鲁玩那个 在海南玩的 那都胡说八道了 什么透过气功治病 这个苹果日报还那么登的 狗屁都不痛 你自己都不知道那是什么 他的五个人 你看我那期节目录那个东西 五个人 四个人 五个人其中一个坐 就坐在这椅子上 另外四个人跟他 站在四对角 左手在先 手心对着这个 脑顶着 然后 完百万 一对一的 左手对左手 右手对右手 手心到手心 尽量靠近 不到十公分 但绝不能碰着 碰上就得从来 举的人和被举的人 不能说话 闭上眼睛 不说话 不能乐 这都不能有 这个人可以举过头点 完全举 你就像什么东西都没有 举完之后 被举的人 没有太多的感觉 但是举的人会 那心里头会 这地方会觉得很累的 我刚才上期节目 我说 风神演义里面 讲了一个 叫武器朝元 对吧 三花俱鼎 武器朝元 其实那个东西就 类似 武器朝元 是指心 肝 肺 脾 肾 肾 武器 金木水河土 我说的位置不一定是对 这个肾是应该为水的 武器朝元 就是金木水河土 一直顶到你的站上来 这是什么 这是你的元神 把你身体的好东西 往那走 这是精气神 狗屁都不通 这是当时那个故事 我们跟大家说过 那个陈小鲁的故事说的呢 他是那么 有那么段故事出来 所以 契公这 在当时迫害法轮功的时候 有着他背后的是 江泽民个人做的 那你后来就成立了610办公室 那这些人又都去 其实是懂得这些东西 知道这些东西在里 而这个东西里面又正有邪 法轮功被迫害之后 在市面上太多都是邪的 特别是跟共产党走在一起 是邦哥说 什么叫邪的 那王林就是邪的 玩蛇 人不能碰动物 碰动物 那就是邪的 所以他管刘林 那你说现在 如果他 因为这个原因 拿掉他的话 我不敢评价 因为 习近平大权在握了 我只能说这是一个疑问 这是个悬案 我真的说实话 我不太这么 我也不敢说习近平 真的是要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还不是 不知道 但他确实是这个官位 另外一个比较要紧的官位 就是 那个什么 公安部副部长 无所谓了 就是他 公安部 港澳 台办公室主任 香港的所有的事情 要通过他 香港警察的 这个 大的手笔的动作 一定经过他 那这条线上 是非常明显的 因为18号 他刚抓了一大批人 那 结果不到24小时 你就把他给抓了 他 我刚才 做那期节目的时候 还没核对 我现在都核对完了 他就是 在他被拿下的职位 就是这个 公安部 港澳台办公室主任 他刚刚指挥 答应指挥 抓捕了这个 民主党人 那你活了 就把他干了 那说明 只能说明 孙力军 替别人做事情 来 打击习近平 香港抓民主党的事情 是习近平不能接受的 习近平自己不知道 你只能这么解释 那 而这件事情 带来的国际声望 国际影响太大 在川普直接提出 武汉病毒 中共肺炎 中共病毒 武汉肺炎 可能就是 故意释放了 中美之间 已经达到了 如此这个地步 整个欧洲 达到如此这个地步 习近平在如何 在口罩外交 完全失败 这个大外宣 完全失败的背景之下 他今天的已经就是 完全在一种油锅之中 在面对在海外 无法控制的死人 对吧 十七万十八万 每天死 死人都是七八千 这么死 然后那你感染人数 奔着三百万去了 每天都是奔着十万的数 走 那你现在在香港 挑起这个事情来 而中国眼看着疫情 再次回炉 他如何应对 这是个问题 他如何应对 那中联办 中联办的头 在香港讲了一番话 那番话呢 直接是毁掉了这个 就直接侮辱了 这个一国两制 那林郑月娥就是 伴随着中联办 根本性否定了一国两制 想不出来 就想不出来 习近平这么做 想不出来 我只能说想不出来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他直接把操守的人 警察抓人是操守的人 把他抓了 那是不是源自于香港的问题 我觉得可以 这是一个可以最直接看到 所以借助香港 如果不是习近平的意思 从而打击了习近平 那让他势不可恶 就根本就怒不可恶 根本就无法接受的话 拿掉这个孙力军 我觉得是可以的 另外一个就是 他真的要在法轮功问题上 有所表达 拿下孙力军 这也可以的 这两件事情 去对应着 对应着今天 在中国大疫情的背景之下 在他作为一个 学了公共卫生 和相互管理 和这个社会管理的 这种专业背景之下 我觉得是可以接受 是可以接受 就是那两个原因拿掉 他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不是 那可能不是了 如果不是 就是 他在内部当中 就是中共上层内部当中 出现了 被很多人根本 无法预知 就是说 他的撕裂程度 超过 撕裂的那种 快速的程度 超过了我们的认识 那 王立军 一定是代表着 某一方势力 代表某一方势力 肯定不是习近平的实力 对吧 但是呢 他表现出来呢 就是 他是极具实力的人 就是他的离位 影响着 在中国公安系统当中 很多具体政策实施的问题 防疫 社会问题 香港警察 这个610办公室 对法轮功迫害的问题 这是他直接的三大问题 所以 所以这是我想说 疑点在这里了 我们跟大家回复一下 简单一下 看他的履历的问题 履历 中共官网都已经删掉了 已经把它删掉了 具体事情没提 然后这里 88年参加工作的 所以 97年入党 在澳洲 新南威尔士州立大学 公共卫生和城市管理专业 然后 公共卫生硕士学位 这是我 这就是我跟 刚才跟大家说的 这是他真正 他是个专业的 在大疫情的背景之下 保证社会 保证国家 国内社会安全的 一个真正的专职官员 2018年3月 卫生部副部长 兼任部内一局 国内安全保卫局局长 26局 反什么局局长 又是原来的 610办公室的局长 兼港澳办主任 你看 所以 后面两个问题 去盖上了 他前一个问题 国内安全保卫局局长 和这个公共卫生的 城市管理学 哎呀 怎么想都是 他太专业了 属于重要的角色 下面这就无所谓了 所以 所以应该讲是 在这两点 这个兼职问题上 出的问题 这两个都是 他都是政治 对不对 就是 他是一把手 他是一哥来的 当然这是我们分析了 二月上旬 他就派到武汉去了 他在武汉 一直在都岛 10号 他出现在湖北 当时在习近平身边 19号 应勇 到了武汉市公安局 他是陪同应勇去的 那防疫工作 那他的职位的重要性 不输给应勇 甚至比应勇还要厉害 因为你别看他是副职 应勇是正职 但是呢 他是实权啊 他是几个部门的一把手 对不对 成立的中央指导办公室的成员 他是其中一个 所以这是他的履历 我们跟大家分享几个 分享几个影响 这是18号发生的事情 因为从620办公室的角度来讲呢 看不出任何其他的 看不出任何其他的 那只能说习近平自己做 就是他真的对法轮功 迫害法轮功 重新有说法 从而拿他开刀 这个 看不出来 但确实他是这个位置 这补充一句 那个答案里面有 就是他上海来的 那对香港的 大微博 昨天大微博 影响很大 李柱明 李卓人 黎智英 陈浩恒 高调抓捕 一共抓捕了15个人 他说10个人 15个人 路透 彭博 快速跟进 路透说 这是反送中运动以来 最大的报复 我们就跟大家分享要点就可以了 彭博 抗议运动本来停下来 因为疫情 而且呢 但特首跟他人要硬核北京的声音 说香港的反对派 威胁了香港的自治跟生活 那这个说法 他是警察抓的 那这个说法 就应该是来自于孙力军 才会这样的行为 就是 起码孙力军是主导 大家好 我是石超 2020年 鼠年 我们与武汉肺炎 非典2.0 不期而遇 现实的一切 不过是历史上的重复 那今天的罗马人 再次重现了 2000年前 因为耶稣被杀害 而遭遇过的 大瘟疫的犀利 订阅石超的声音 石超radio 给你一个全新的人性 生命 完全是一种生命感悟中的理念 在看待眼前 这纷乱繁杂 甚至威胁人们生命的 这历史的事实 和新闻的展现 点击下面的链接 你可以免费下载这样的APP 那在APP中 你只要订阅石超声音 那石超每天所制作的 五个乃至到七个 甚至更多的节目 随时可以传到你的耳边 在未来 在世俗中 在今天的这种冲撞 和无人知道 将要发生什么的 一个现实的环境中 石超以自己的概念 以自己生命的理念 与你分享 这未来未知的一切 感谢朋友们 对石超的支持 抓捕的本身呢 是来自于上面的 绝不是来自于本身的 来自于他自己本身的 跟大家分享 另外一个 这是刚才我们看到 媒体的报道 国际社会的反应 美国国务卿 违反联合声明 承诺里包括透明法治 跟保障享有高度自治 推文里说 深感忧虑 将执法政治化 违背言论 结社和平自由的 普世价值 所以执法 就是香港警察 执法是香港警察 那孙力军是 是真正他们的老板 香港警察老板 国会 佩洛西 在面对疫情 香港民主跟人权 遭到攻击 他希望呼吁总统 尽快执行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这是去年11月份通过的 对吧 感恩节通过的 相关的法案 对香港打击巨大 对香港当官打击巨大 这是我们看 这是美国人的反应了 我们跟下面连上 香港国务卿 国际政界 人士呼吁 把中联办主任 放进制裁名单 国际法律组织 敦促港府 停止政治监控 撤销对15人的控制 以公告 未经批准的 公众牛行为名 控告5人 去恐吓以个人名义 发起来的反修理的活动 台湾人权促进会 谴得港府与北京政权 联手打压香港人 称任何人做评论 或构成公审 港府说 绿政司检控人员 无畏无拘 职联会打算 职联会批 听出一敌 打压六四局会 北京落实 四中全会 对港的方针 与美 斗狠 美国司法部长 这个蛮有趣的 美国司法部长说 再次证明中共是不可信的 而且直接会影像 再次证明中共是不可信的 它是美国政府当中 美国历届司法部长当中 首次对香港直接讲 影响到香港的海关 引渡政策 以及香港抗争者提供政治保护 所以这是我跟大家 就是这么来分享 这是对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 这是我们能够看到的 那英国政府也已经表态 英国政府表态 美国政府表态 加拿大政府表态 所以我们的主心 主线不在这个事情本身上 主线是大家看到了 事情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 那而主管警察和香港警察的孙力军 在不到24小时内被抓 他的因由一定是什么 如果是这个因由 就是说香港的政府 香港政府的行动是错的 那就证明中南海尚不大分裂 有人跨过了习近平 干了这件事情 那习近平不干了 找到了这个孙力军 所以这也 因为他时间性和他的职位凑得太紧了 我们希望时间能够知道真相 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可以确定 他肯定不是因为瘟疫问题 而被打下 他只有因为他另外两个职位的问题 出状况 而那个状况 威胁到习近平个人才对 应该是出自他习近平个人的一种选项才对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观看